你也可以 最後可以把這個留下的三個層次 因為三個你要你要假設做按鈕要做三個 那導播你就一次把它 完成的話就留下資料 就不用留下數字留下英文留下中文 那清除的話就是清除 那實際上很簡單 最後其實你可以把它通通整合在一起 就是用call多增加一個sub 這個sub的名稱也叫留下資料 然後就是用call call留下數字 call留下英文 call留下數字就是他會先執行這一個 執行完之後再執行這一個 執行完再執行這一個 那這樣就ok了 就是一次可以執行三個 一個兩個三個 那當然如果你未來有很多個 其實一般程式大部分是這樣 先小範圍先寫好 然後再慢慢把它拼湊 比如說這個一個再到多個 然後多個還可以再做好幾個 反正呢 如果你希望一件可以完成很多事情的話 那當然你就是可以全部把它用call的方法 全部把它 呼叫他就會全部都ok 當然你也可以分開來 如果你擔心說 其中哪個環節出錯的話 那沒關係你可以一個一個的再去執行 清除的話也很簡單 這邊的話我是用range B2 到多少 到D9 給這個範圍 那後面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給他一個空字串 就是 我本來是用clearcontents 後來我發現這樣的敷術他也可以接受 所以呢我就執行 他這樣ok 就是把這個空的資料 丟過來你會發現他就全部都丟完成了 其實這樣也蠻好記的 那range物件 未來呢在資料的合併分割上面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會發現在Excel裡面 這個range的重要性 那非常非常的高 後面的話我們還會再用到 所以這一題原則上就先到這邊打住 所以 回去 就有時間的話可以在 自己再練習看看 打開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自己先 可以寫出這個 然後其他用coder 你會發現 當然你也可以把程式做個改寫 沒關係啦 如果有什麼其他的發現 歡迎可以再提出來 或者說 是我 發現更簡單的寫法 歡迎你再告訴我 ok 好那這一題的話也許就把它關掉 把它儲存 把它存檔一下 ok 那 下一道題的話呢 請各位再幫我開另外一個 就是說這個題目其實我覺得也是 同學問的問題啦 這個問題的話就是 還蠻常遇到的 因為像我們在 像剛剛做那個 雲端的問卷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雲端問卷裡面 這個欄位 比如說這個欄位就是 複選題 複選題的話就是說 你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然後得到的結果就是說 如果你是選一個 他就只會一個 但是如果你有多個的話 他中間會加豆點 那因為每個人選的數量不 不一樣 有人可能選三個 有人選四個 有人選更多個 那可是問題 如果說你要拿來做統計的時候 哇那就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 如果假設你要把這個資料 怎麼樣 未給樞紐分析表 去統計的時候 你會發現 樞紐分析表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 因為樞紐分析表不能夠接受 中間有豆點的資料 他必須是什麼 必須是要把這些資料全部切割 放在同一欄裡面 再位給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 他才能夠幫你計算 OK所以 第一個 假如說你今天要算那個數量的時候 哪個多哪個少 你這樣子很難算 所以這個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就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我切割完之後呢 就直接放在同一欄就好了 不要分成多欄 有沒有 那這個分的方式是這樣 就第一個 假設一個 一個就先放一個 那如果三個的話呢 那就放 123 有沒有 然後呢這個四個的話就是在1234 有沒有 這五個的話就是一直往下放就對了 反正呢 最重要的需求就是說 怎麼切割 那切割當然第一個你會想到什麼 用那個所謂的資料剖析 有沒有在那個 資料裡面有個資料剖析 但問題 這一題如果你用資料剖析 一定是沒辦法 因為資料剖析一定要是固定的欄處 跟固定的位置 他才有辦法幫忙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他也辦不到 OK 那怎麼辦 這個可能要想一下 那主要 我們會需要用到的就是 有一個VBA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SPRIT 其實SPRIT就是資料剖析 SPRIT就是 SPLIT 這個SPRIT 其實剖析 你跟他講說你要SPRIT什麼 有點像資料剖析 然後再告訴他一個參數 就是你要按照什麼去剖析 比如按照豆點 有沒有 他就會幫你把這三個分開來 然後呢分別丟到 所以他會返還 一個 資料就是正列給你 那個正列的話就是 可以放 就是放三個資料的地方 那可是我們接收到之後 要怎麼辦 要必須把它往下放 所以這個真的蠻麻煩的 這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因為他如果 沒有好的方法的話 那他就怎麼樣 他就變成要塗法鏈鋼 哇很可怕 這怎麼塗法鏈鋼 怎麼把它全部放在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想想看 那我先DEMO一下 其實最後做出來是希望把這些資料 按個按鍵 就全部幫你剖開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1有沒有 然後234就是 234有沒有 然後這個後面就是在1234 OK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就是整個 那這個如果做出來的話 其實當然你要算那個數量就簡單了 印象中這個地方如果插入什麼數量分析表 你就是按照這個嘛 叫複選題分割好了 其實這邊就有個複選題分割 你就可以按照複選題分割之後呢 就可以馬上知道哪一個數量是最多的 Z到A好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可以算出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 你沒有辦法分割 很抱歉 樞紐分析表 他就沒辦法吃這個東西 OK沒辦法計算 所以這個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請各位先把 這個範例檔案打開 範例檔就是放在 我們單元1裡面 的 這個叫什麼 Google 然後試算表 複選資料切割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範例打開 然後想想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快速的做剖析 這個範例 試試看 就是說 可以把那個 這個如何把這個資料做剖析 所以其實我們也許 可以分幾個階段完成 那主要當然這邊會用到 很重要的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 Sprits 在VBA裡面有一個函數叫Sprits 那 按照豆點分割 第二個概念就是說會用到那個 VBA裡面的陣列 也是要切割之後 他不是只有一個資料 他可能有三個資料 可能有四個資料 可能有更多資料 那我要怎麼樣針對這麼多的資料 再去做切割之後 把它放在 G欄的底下 讓他往下放 這個地方的話 想想看怎麼做比較簡單 好 好 好